好來 繼續來看這個 貼有數推出的董族館 再去十點開放 當中的民眾真有冠夢來領館 只要輸入到基本的資料 就能領到一座名額 五百塊的Q多塊 我們的記者實在去刺刺 不到五分鐘就順利領到館了 不過這個董族館 也有賣這個情義也不改館 譬如說這個董族館 到底是不是可以拿來買文句 因為這個規範不清楚 有留到董族館在民眾 可以開始就冠夢而已 正兩天採取分流的方式 八月切人開放 新政買好是 相後的民眾來領 八月切是開放 丹火 八月切白以後 丹相後都可以領 可以一樓擁告一月三十元 十點一個稿 記者實在做試驗 用新婚證 生意手機 購買後三萬元就收到 甘生的嚴証 也順利提到一座QR 這個規定很順利 領館沒問題 不過董族館可以買什麼東西 很多人都不知道 正常他去整個卡拉OK 第二點的業者 目前已經被貼有數百度載過 不過像有文句店 來三點都是合照名單來 賣這個民眾都想要問說 如果董族館可以買不是貼有用品的東西 我們政府還是會有一個抽查的機制 對那如果到時候審核沒有通過的話 那可能這筆費用就不會下來 鐵漁師沒有跟這個民眾安裝開 但是又說要求十十點民 業者說這樣有夠廢棄 有關合作店有多少庭 鐵漁師可以說已經超過四千庭 現在要在政家的盡力 做到最嚴格心臟 對那些盡力